阴郁的日子 阵上的人们裹着大衣 撑着雨伞 踏着斑驳的人行道 开始了自己的日常生活 艾拉是一位年轻的艺术家 她热衷于在平凡中寻找美 她将阴沉的一天 视为获得灵感的机会 她穿上雨衣 抓起画板 冒险走进雾蒙蒙的街道 当她漫步穿过 格雷黑纹狭窄的小巷时 雨滴打在雨伞上的轻柔拍打声 为她提供了舒缓的配乐 当艾拉漫步穿过城镇广场时 她注意到当地的一家面包店 窗户上装饰着露珠 折射着柔和的光线 里面温暖的光芒 召唤着新鲜出炉的食物 肉桂和现煮咖啡的香味 飘散在潮湿的空气中 与灰色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 为了避雨 艾拉走进了面包店 迎接她的是 糕点的舒适香气和轻柔的交谈声 这个地方充满了咖啡杯的叮当声 和偶尔在阴沉的一天中 寻求安慰的顾客的笑声 她坐在角落的桌子上 勾勒出眼前的景象 摇曳的烛光 杯子里升起的蒸汽 以及在阴暗中寻找温暖和陪伴的人们的脸 外面灰色的气氛 似乎增强了里面的舒适感 创造了一个避难所 镇上的人们可以聚集在一起 在雨水浸透的世界中 寻求喘息的机会 当艾拉继续画画时 她不禁注意到顾客之间的友情 陌生人互相微笑 交谈自如 阴沉的一天 似乎成为了联系的催化剂 让人们在面包店的共同温暖中 聚集在一起 傍晚时分 雨继续下 给小镇蒙上了一层柔软的面纱 街道闪烁着微妙的光泽 反射着路灯的光芒 当艾拉回家时 她随身携带了舒适的 面包店场景的草图 这证明了 即使在最阴沉的日子里 也能发现的美丽 格雷黑纹似乎有办法 把沉闷变成一种奇怪的安慰 镇上的人们拥抱了阴沉的日子 认识到 在柔和的色彩和细语中 有机会建立联系 获得灵感 并在世界慢下来时 展现出静谧的美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